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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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24年的第一次礼拜天 我们还在学萨摩尔吉夏 那萨摩尔吉夏结束了 我们换另外一本书 那最近我也在祷告 应该还有差不多两到三个月才能把 萨摩尔吉夏学完 后面还有一点也学了几次 那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为这个来祷告 因为首先我们教会的特点 我们是讲真理的教会 我们是讲真理教会 虽然我们的教会不是那种很传统的 但是我们是很正统的 打字方面我们打字 我们的教会虽然不是很传统 但是我们很正统的 所以我们还是高举圣经 我们对圣经有不一样的理解 但是我们的根本还是圣经 我们的根本还是圣经 所以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那我今天我在这个上一次礼拜的时候 也讲过 我会有针对性能给大家讲 关于这个财富的这样的一个 叫财富观吧 我们讲天国财富观 我们也打字方便打字 叫天国财富观 那我们今天在祷告中 刚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祷告 差不多有三十多分钟 在祷告中 如果你有感动 你说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就是很热乎 就感觉到真的是 就像你祷告那样 神在做一些事情 神在给我们一些东西 那你就打一 如果你真的在祷告中 你刚刚有感受你打一 我自己我是非常非常清楚 这一段时间我在祷告 我可以这样讲 一方面我看到的都是很消极很负面的 我看到的很消极 但是但是另一方面 我在祷告中神给我们 给我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所以我自己我就知道 所以我自己我就知道 那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就是超自然介入了 因为那些比我们厉害的都不行了 那我们这些不厉害怎么办 就好像彼得一辈子都打鱼的 彼得一辈子打鱼的忙一宿 打着鱼还没打着鱼啊 彼得一辈子打鱼的忙一宿打着鱼 耶稣从来没打过鱼 耶稣在传道之前 祂的工作是木槿 从来没打过鱼 但是耶稣就告诉彼得 你就把船划到水深之处 你懂吧 所以就好像我们投资一样 我们已经忙一宿了 你知道吗 花了好多时间 花了好多钱 还没有 但是这时候还要往水深之处 再往前划 再往远划 可是当他们照着耶稣话去做的时候 然后下往 鱼多到怎么样 一条船都要沉 得喊旁边船快过来帮忙 要不船就沉了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解释 就是超自然的介入 就是超自然的介入 耶稣自己是没打过鱼的 耶稣自己没打过鱼的 彼得是真正打鱼的 可是打鱼的人干一宿 都没干出成果的 我们怎么样 所以今天你东走西看 你东走西看 你会看到 哎呀这个生意不好 那个生意不好 这个生意不好 那个生意不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整天祷告这个学圣经 学圣经祷告也没怎么研究生意 对不对 那我们的生意是怎么做呀 所以我们的生意在祷告中我看非常好 那没法解释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超自然的介入 所以那我自己我在想 在我们的这个萨摩尔吉夏讲完以后 我本来计划是讲猎王纪上猎王纪下 那我可能会换到福音书里面 因为在福音书里面 有大量的主自己行的神迹 有大量的主的门徒行的神迹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鼓励我们的基金 鼓励我们的姐妹 2024年我们必须用信心来面对每一天 我们2024年必须用信心面对每一天 所以我们会继续把萨摩尔吉夏讲完 那我们在讲萨摩尔吉夏的时候 我们也会根据经文 我们会把这一年神特别感动我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加进来 要加进来 所以我们在可以讲是四周前 那我上一次讲这个萨摩尔吉夏是四周前 因为最近我们有这个圣诞节 我们有这个1229年 我们有新年聚会 我们中间我们停了 没有讲没有讲这个 那我们现在重新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从第三节开始 那因为我们第一节第二年讲过了 第三节说军兵对大卫说 因为这个时候大卫他们要反攻了 要跟这个压沙龙的队伍要火并了 大家PK了 其实跟着大卫的人并不多 所以呢大卫就好像熬一 全部都对我拿出来自戒上 但是军兵却说说什么呢 说你不可出战 若是我们逃跑 敌人呢 必不介意 我们阵亡一半呢 敌人也不介意 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 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 这是第三节 第四节 王说 你们以为怎样好 我就怎样行 于是王站在城门旁 军兵或百或千挨自出去 所以今天你看到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 压沙龙突然造反 而且因为他前面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跟压沙龙人很多 跟压沙龙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 我们要明白 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是文字 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图画 如果我们看见图画 我们应该知道力量对比是很悬殊的 我们就这样想 是压沙龙那边人多 还是大卫这边人多 很明显压沙龙那边人多 大卫就是匆忙的 这个逃跑 跟他的人有 但是不多 所以一路上也有一些新的人加入 但是他的总体上并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打仗 那他要全力以赴的上 全力以赴上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军兵却说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你去看前面 你去看前面 每一次都是大卫身先世主 每一次都是 也没有人说 哎呀你别去了 我们去就行了 每一次 但是这一次军兵说 你不可出战 啊 如果是我们逃跑 敌人必不介意 就算我们阵亡一半 敌人也不介意 那因为你一人强刺我们万人 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 这里面 是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 这些军兵们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好像没有 别 对 别直接说 看圣经 他没有 他想我们打是打 但未必能打得赢 有可能 有可能我打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太少 对面人太多 可能我都死了 那也有可能 这不是我一个死吗 我们一半人都死了 你懂吧 所以今天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在军兵的心目中 因为我一直在讲 对比怎么样 太悬殊 就像今天 如果我一个人打未必要一个人 那也是应该百分之百能赢 但是未必要 他儿子现在也窜得很高 你知道 俩姑娘过来挠我了 这个时候就不一定了 你知道吧 然后后来那个Lisa社交特别广 从而外又带一帮人 你知道吧 三十多人打我一个 这个时候我问你能不能打赢 对吧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很厉害 你的队伍也很厉害 但是总归你的人怎么样 太少了 而对面人怎么样 很多 打不打 肯定要打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就是人生 有的人是一种好牌 那玩呗 对不对 那你一手烂牌你玩不玩 也得玩啊 不玩的都跳楼了 不玩的都上吊了 不玩的卧轨了 只要你不跳楼不上吊 你就得怎么样 硬着头也得打 你懂吗 所以中国话讲 向死怎么样 向死而生 死我也得打 就是今天我们一定 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现在 我就不明白那些被欺负的人 为啥你们被欺负 没人敢欺负我呢 就是今天我打过你 我也跟你打 除非你打死我 这事就拉倒了 否则我就跟你拿 所以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想一下 打不过算了吧 完了 这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越软弱 他就越欺负你 所以前几天有人跟我讲 他被人敲诈了 哎呀 洛杉矶时间已经凌晨2点 跟我讲 他在海边呢 你在海边跟我啥关系啊 我得睡觉啊 我得睡觉啊 哎呀 你知道吗 这个牧师就是心生怜悯 算了吧 我陪着你 我陪你吧 对啊 这么主打一个自己老婆不陪 陪别人老婆 我陪你吧 我就把电话打回来 他说一个人在海边呢 心情非常不好 被人家敲诈了 对 然后呢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就说 哎呀 这个 这种小人呢 你要是这个搞呢 也很麻烦 不搞呢也很头疼 不行就答应他吧 这要钱给他钱吧 那我 你知道我是坚决不同意给钱的 为什么很简单 他一张嘴 这么容易就拿到钱 这点钱花光了 他他去找谁去 对啊 我跟你讲 今天维员在我对面 我一张嘴 维员就给钱了 你以为我会有良心 下一次不找维员 找詹妮吗 你们听懂我在讲了吗 我一想 詹妮懂法律 这万一整包留下证据了不好 还得找谁啊 所以中国菜园局 你会花什么磕一个羊毫毛 为什么 因为这个羊他老是 你毫毛他不叫我呢 那下次我 嗨 钱花完了 再给我挣十万块钱 你知道吧 所以今天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明白 当世界进入到动荡的时候 那些恶就开始显现了 但是大恶对面就是大善 所以今天大恶和大善同时并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慢慢去感受这个力量的对比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呢 我不同意你给他钱 我说 我说 我说这个钱 就是说 跟有钱没钱没有关系 你懂吗 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想明白 有钱无所谓 就给他了 你知道吧 那你想想那些富家女 不是都这么被凤凰男给欺负的吗 你要房子给你了 要车给你 要送一车给你了 我就图个清静 你走 结果那个哥们把钱花完了 把房子卖了 又来找你来了 你吃不贝贝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人性的很多东西 你要搞不懂 你就是处处被动 处处为敌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呢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说几个事情 第一个 首先是我没有问题 你知道吗 首先是我没有问题 为什么 就是人家敲诈你 我告诉你敲诈你的人 大部分都是你身边的人 很少有一个跟你不认识的人 今天来求拉你了 所以记住王牧师讲的一句话吗 我做坏事的时候 几个人去啊 一个人 我做坏事我一个人去 我做好事的时候几个人去啊 我拉着大火去 你懂吗 为什么 今天我带着维员干点坏事 我告诉你 我就在维员有证据 你哪天哪天 你上市下干啥了 啊 小本子没记 都在脑子里的你知道吧 啊 所以哪天维员不开心了 哎王牧师 哪年哪一哪日 你进谁家了啊 哪年哪日 你干啥了 哎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 一听就懂 你想表达啥意思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说敲诈的人 是我们给他们开的门 你懂吗 那你你这个人 你不你并不了解 这个人你并不对他有十足把握 你怎么能让他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在中国做生意 总是要有一些桌子上的和桌子下的嘛 所以今天桌子上的事谁做都行 桌子下的事 目前我就自己去做 听懂了吗 所以今天我我我自己我相信 我说我说你要反思一下 那因为 因为这哥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敲诈 上次敲诈也来找我了 你知道吗 还还还跟我讲呢 这人跟上次一模一样啊 啊跟上次人一模一样 我说当然了 因为你上一次你处理完了 你并没有改变 你自己并没有改变 你懂吧 所以 那你现在 你又给这个人机会了 所以今天讲真话 你要是 你要是让我给你打下手 我也会敲诈你 你懂吗 我不讲过一句话吗 你说我要就我讲过一句话 如果我不骗你 我对不起你啊 就是你傻的也太天真了 你懂吗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 极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 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 我们有的时候情绪不稳定 你情绪不稳定 你就给别人回头利用你的情绪 做文章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自己不能把这个身边的这些团队的人 这个搞团结了 那你就给别有用心的人 在里面行风作浪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 我们要管住自己的情绪 我们教会是培养干部的 我们教会是培养干部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你今天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超生气 我今天为什么让你们 没事你就祷告唱赛美食 这些都是让你那个被世界搅扰的忽上忽下的情绪 被世界搅扰的忽好忽坏的心情怎么样 平静如水 不起波澜 这样我们才能做大事 否则你前面大事做完了 后面你发现你给人家打工 因为利益没来的时候没人跟你分 利益来了 大家怎么样 就要来分了 我跟你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不鼓励 这个付费 没什么付费 我找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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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在我们教会我就我就一个原则 你爱干不干 干上帝祝福你不干拉倒 因为这个给钱最后后患无穷 所以这个西方西方西方这个管理就是背靠背嘛 你们三个人都在一个单位上班 但是工资都不知道你知道吧 但是到华人私下有传有多值得了 那白人就能做到他就不讲 你知道吧 人家就说你这个啥都可以问 年龄不可以问 挣多少钱不可以问 对吧 已经形成长度文化了 为什么很简单 要不这事没法干 所以今天我们华人这招行不通 索性我就不发钱了 我就说收钱 我大张旗鼓的收 维维维维维维维十万了 你说你这八年的博士 你捐八块钱 你自己想吧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 你们在商业方面 你们可能会给人家报仇 但是你们要求神给你们智慧 把这个事情怎么样 就安排好 所以就会有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人被敲诈 问题来了 那你有很多事情 你这个人你不了解的时候你用他 你这个人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让他去帮你做一件事情 回头见到钱没见到钱 人家都觉得人家替你做了什么事情 就要要一笔钱 讲真话 你做老板你觉得现在生意不好 我也没赚到钱 这事就这样了 这是你的想法 下面是怎么样 绝对不会这样想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给摘了一个建议 既然每个人都找你说他很厉害 那很厉害 咱就不发工资了 你这么厉害 我们根本不用工资来衡量你是 那是对你的一种侮辱 你这么有本事 你去拿项目去 你去签个单 我们整个律所支持你 把这事做下来 大头分给你 我们只留一小块 对不对 像我一样咱就要10% 90%给他 你懂吗 每个人都能签大单 我们支持他 我们10%那个利润也不低 所以今天 但是反过来 你要发工资 那你死定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去想跟弟兄姐妹讲 这个人 我第一次帮了他 这次又来 那我因为太晚了 我没有时间跟他讲 但今天我要跟你们讲 就是今天 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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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心一旦乱了 我们的情绪一旦不稳定了 我们一旦做了一些不 不黑不白的事情 让别人知道了 那早晚就会出事的 所以今天大卫在这里面 他表现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智慧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跟你们一起去 其实大卫心里也很清楚 这场仗 这场仗真的是凶多吉少 有可能全军覆没了 因为压沙路里面人太多了 但是大卫自己没有主动说 兄弟们你们上啊 我要死了就真完了 留到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我先留回来 大卫没有 所以我自己我绝对相信 这个时候上帝已经超自然结束了 因为之前我一直问你们 之前有没有士兵跟大卫说老大你不要去 没有 之前有几次大卫也是就几个人吗 你记得吧 也是大卫也是以少胜多 所以这次的确也是以少胜多 所以你看后面我们就讲吧 这个兵跟这个以色列人打 结果发现他们赢了 那帮人反而怎么样 反而跑掉了 而且这里面圣经讲得非常好 很多人不是被杀死的 是在树林里面被树给弄死的 就可能不小心被树绊倒了 然后磕了碰了 然后就死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姐妹 这场战争就是一场超自然的战争 所以这场战争就是 但是在出发前 我告诉你 这个军兵们怎么样 还不知道 但是大卫怎么样 大卫已经知道了 所以大卫在跟神祷告的时候 神也给他感动 所以神就感动这些兵 跟大卫说你不要去的时候 大卫自然就顺从了士兵 我们看表面 我们以为大卫顺从士兵 实际上大卫心里很清楚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们 2024年我讲了 上帝的超自然能量介入了 所以我们教会的人 可能会做一些看起来很冒险的事情 看起来很冒险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自己我在这里面讲 看起来很冒险的是人来看 但从神来看 这件事情已经是成了 这件事已经是赢了 这件事已经是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要有这样的指挥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领导 为什么 原来很简单 谁更有信心 领导 yes exactly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我讲 在我们教会 谁是领导 很简单 有信心才能做领导 为什么 因为 你没有信心 你没办法带领大家 朝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前进 因为你自己都害怕了 你自己都觉得不行 你懂我说的吗 就好像上个礼拜 我说 买房子扣1 我自己都觉得 咱们就别买房子了 房价太贵了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今天天都用天的姐妹 2024年几套房子 最后 跨跨跨下来了以后 你们就说 哎妈呀 超自然的能力阿门吗 超自然的神迹阿门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已经在领导岗位 弟兄姐妹 你们就要被倒逼了 你们不要说牧师啊 我劳苦功高 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哎呀 劳苦功高是上个时代的事情 这个时代只讲一件事 你有没有信心 阿门吗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领导 但是我们领导也要明白 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不是我们比别人多能多干活 你们看了20年 王牧师不干活啊 你们看了20周年我也没干活 10周年我也没干活 很多事情都是弟兄姐妹干的 但是我我我我我就是凭着信心 我说怎么样 干 我凭着信心说干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领导的认可 也要从这儿认可 就是领导他已经做他该做的了 他敢 开吧 就OK了 至于活 弟兄们我们上 姐妹们我们上 那今天我想讲我们教会接下来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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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很多的分工 我们会重新调整我们教会的分工 让你干 你就去干 让你干 你不干 没关系 那你已经 就证明你不合适 因为你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2024年是year of return 上帝一直在跟我讲 year of return 但是今天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有些人这一年还是白忙 忙活一圈也也没多少钱 原因很简单 你不相信神他 你还在活在旧有的思维里面 哎呀 这是这是给人家给人家刷个盘子吧 能给五块是五块吧 所以今天我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我一定要提醒你们 我们勤劳 我们简朴 这是优良传统 这个没有错 可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是靠信心得胜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在信心得胜 你我们去想吧 现在VVN VVN对前言科技非常了解 现在自动化成了这么高 哎呀我说我去 我去仓库去搬箱子 是吧 把我自己勒过枪 别说搬箱子 那天我搬25个火腿 整个腰疼了一个礼拜 然后王牧师还说呢 哎你离拜四周时间下周还来啊 我就跟他讲 对不起我没有车 我没有车 我没说我身体不好 我没有车 所以今天别说别说别说搬一天了 我就搬了一会儿 这个一个箱四个火腿 25箱 100个火腿 我搬完以后 腰疼了一个礼拜 腰疼了一个礼拜 所以今天勤劳 这个这个王牧师也不干活 如果已经靠大家奉献了 再也不容易的话 你们你们少奉献了 我去仓库干活去吧 你说吧 你干不了几天 自动化就怎么样 就把你取代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必须明白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他正在做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凭信心去领受 然后在领受中 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新的决定放进去 所以我我不是反对勤劳 我不是反对勤奋 我不是反对节俭 我是要跟弟兄姐妹提醒 我们是跟弟兄姐妹提醒 在这一个全新的时代里面 我们我们 我们要要凭信心来获取财富 打字方面打字 我们要凭信心 我们要凭信心来获取财富 我们要凭信心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我们上帝 上帝已经把门打开了 上帝已经把门打开了 就像就像那个 就像我们去年的时候 安卓在线 安卓这个那个时候 你们知道去办护照公安局会办 然后维维维就说一句话 说你你你找人呢 你知道吧 你找人呢 哎 这个例子非常好 今天我们再用一下 所以维维 他被某种力量迷惑了 来自他爸也好 来自他妈也好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相信 我去就能把护照给办出来 你听懂了吗 所以就说了你找人呢 那安卓呢 他就没有那种力量 就因为我们现在晚上他就不信 他就是听风就是语言说了不给办 那就是不给办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 那一天安卓是不会来事你知道吧 立马就找VVN 那VVN你帮我找人呗 听懂了吧 那既然VVN能找到深圳市公安局长 我绝对想深圳公安局长 找到下面公安局长 你知道吧 虽然隔一道墙 呃隔一道 但是要是真想办 能不能办起来 就能办起来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就是力量 所以信心就是力量 所以2024年你要跟谁在一起 你要相信谁的话 你知道相信谁的话 所以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讲 我们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 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祝福他 让领导不断从神那里领受信息 啊 我们支持我们领导 然后领导信心就带着我们 在正确的方向上 然后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 承受上帝祝福 所以今天 我们我们 我们讲真话 这个安卓脑子再活点 妹妹 我那一个给你十万块前面 我们村有十个人要 要办护照 那福建人他妈的都想出来啊 那护照都没有 你出来干嘛呀 那这一百万不就挣来了吗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不是鼓励你们去外门邪道 我是要告诉你 当信心起来的时候 这个信心比未来认识谁更厉害 因为我们认识上帝阿们嘛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